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失落的文明》 古代文化的谜团揭秘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天空之城 悬浮建筑的工艺奇迹 二 遗忘的符号 神秘文字符号的解读 三 水晶宫殿 古代科技与奢华的交汇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天空之城 悬浮建筑的工艺奇迹 在探索人类建筑史的浩瀚长河中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 令人瞠目结舌的想法 比如天空之城 一种悬浮建筑的概念 它不仅挑战了 我们对重力的基本理解 还让我们对未来 居住空间的想象飞到了云端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种工艺奇迹 看看它是如何从 科幻小说的页边 注脚跃升为现代建筑师 和工程师们 脑洞大开的设计蓝图 首先我们得承认 如果没有一点幽默感 讨论悬浮建筑的概念 可能会让人觉得 我们是在玩科幻角色扮演游戏 想象一下 一位穿着中世纪长袍的建筑师 站在一块巨大的磁铁上 手持羽毛笔 大声宣布 他将设计一座 悬浮在空中的城堡 听起来像是从 哈利波特里走出来的情节 对吧 然而 随着科技的进步 特别是磁悬浮技术 和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天空之城这个概念 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幻象 想象一下 通过强大的磁场 或者一群协同工作的无人机 建筑物能够克服地心引力的束缚 悬浮在空中 这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是 现代版的阿拉丁神灯 但是 让我们回到现实 虽然技术上的突破 让天空之城的概念 看起来似乎触手可及 但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比如 如何确保悬浮建筑的稳定性 在遇到强风或者地震时 我们的天空之城 是否会像鞦韆一样晃来晃去 让里面的居民感受到 空中漫步的刺激体验 此外 我们还得考虑 悬浮建筑对环境的影响 想象一下 如果天空中充满了这样的建筑 我们的天空 还会是那片熟悉的蔚蓝吗 还有 鸟类会不会需要重新学习 如何在这些新的空中障碍物中穿行 尽管如此 天空之城的概念 仍然激发了我们 对未来可能性的无限想象 它不仅是建筑和工程领域的 一次大胆尝试 也是对人类居住环境 未来演变的一种憧憬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真的能在天空中找到一个新家 那时候 别忘了 带上你的防云航空药 因为你可不想在新家的首次招待会上 因为空中病而尴尬不已 总之 天空之城 虽然还未成为现实 但它已经在我们的想象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它提醒我们 无论多么疯狂的想法 只要我们勇于探索和尝试 总有一天 梦想可以变成现实 就像那位穿着长袍的建筑师 最终可能会发现 他的羽毛笔 不仅能在纸上跳舞 也能在天空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遗忘的符号 神秘文字符号的解读 在探索人类历史的深邃走廊时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令人费解的符号 它们就像是古代世界留给现代人的一道道谜题 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神秘文字符号背后的故事 但请记住 这场旅程可能比找到你遗失的遥控器还要复杂 首先让我们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开始 这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系统 更像是一场视觉盛宴 想象一下 你试图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图画 来记录你的日常生活 比如用一个阴头人身的图像来表示神 或是画一只躺着的狮子来代表力量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儿童的涂鸦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系统 每一个符号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读音 古埃及人通过这种方式 记录了他们的历史 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 但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 解读这些符号 就像是尝试理解外星人的语言 再来看看玛雅文明的象星文字 这又是一种令人头疼的挑战 玛雅文字符号 不仅包括了日常用语 还涵盖了复杂的天文和数学知识 它们的立法系统如此精确 以至于能够预测天文事件 甚至比一些现代科技还要准确 但是 尝试解读这些符号 就像是在玩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符号会带你去往何方 不过 谈到神秘文字符号 我们绝不能忽略中世纪的炼金术符号 这些符号 就像是一个秘密社团的暗号 只有内部成员 才能理解其真正含义 炼金术士们 使用这些符号 来记录它们 关于转化物质的实验 比如将签变成金 这听起来 可能像是现代化学的前身 但如果你试图 按照这些符号去实验 结果可能就是一场壮观的爆炸 而不是一堆金子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到 现代社会中的神秘符号 表情符号 虽然它们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 这些小小的图像 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语言 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 想象一下 几千年后的历史学家 试图解读 我们今天发送的 含有茄子和桃子表情符号的信息 它们可能会和我们一样 困惑不已 总之 无论是古代的象星文字 还是现代的表情符号 这些神秘的符号 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它们记录了我们的历史 科学 艺术和情感 虽然解读这些符号 可能充满挑战 但这正是探索人类文明的乐趣所在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一个 看似难以理解的符号时 不妨将它视为一个谜题 等待着你去解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水晶宫殿 古代科技与奢华的交汇 在探索人类历史的奇妙旅程中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 令人瞠目结舌的建筑奇迹 它们不仅展示了古人的智慧 还彰显了 它们对奢华的无尽追求 今天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 探索一个名为水晶宫的神奇建筑 这是一个古代科技与奢华交汇的绝佳力政 当然 如果你认为古代 指的是恐龙时代 那我可能得让你失望了 我们谈论的是 蒸汽机和电报的时代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下 尽管名为水晶宫 这座建筑并非有水晶制成 也不是某位古代国王的宫殿 实际上 它是为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 也称为大布兰会 而建造的 设计者是约瑟夫 帕克斯顿爵士 一个对植物学同样充满热情的建筑师 他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他对温室的热爱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水晶宫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 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温室 水晶宫的建造使用了大量的铁和玻璃 这在当时是一项革命性的建筑技术 想象一下 这座建筑长约564米 宽约124米 高约39米 几乎完全由透明的玻璃板组成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技术奇迹 它不仅展示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 也象征着向世界展示英国工业和科技成就的雄心 水晶宫的内部更是奢华至极 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艺品 科技发明和艺术品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之一 是来自埃及的真实木乃伊 这无疑让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大开眼界 此外 还有世界上第一台公开展示的现代厕所 让参观者大为惊叹 毕竟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 能够在如此奢华的环境中 解决个人卫生问题 实在是一大创新 然而 水晶宫的故事并非一帆风顺 1854年 它被迁移到伦敦南部的赛登汉 继续作为展览和娱乐场所使用 不幸的是 1936年 这座标志性的建筑 被一场大火彻底摧毁 留下的只有历史上的记忆和一些照片 尽管如此 水晶宫的故事 依然是对人类创造力 和追求奢华梦想的一次壮丽展示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时 不妨想想 那些在1851年 被水晶宫震撼的人们 他们见证了科技和奢华的完美结合 也许正是这种结合激发了后来更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 毕竟 谁又能想到 一个由玻璃和铁构成的巨大温室 会成为展示人类创造力和科技进步的舞台呢 在我们的探索历程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建筑和符号 从悬浮建筑的天空之城 到神秘文字符号的解读 再到水晶宫殿的古代科技与奢华的交汇 每个故事都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和奇思妙想 虽然这些概念和技术 在现实中还有很多挑战需要克服 但它们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思考 它们提醒我们 不论多么疯狂的想法 只要我们勇于探索和尝试 总有一天 梦想可以变成现实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悬浮建筑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解读神秘文字符号有多难 你对水晶宫殿的奢华建筑感触如何 欢迎留言讨论 分享你的观点和疑问 记得要保持好奇心和幽默感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人类历史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